中共看见薛云怎么都打不死 觉得很奇怪 私下议论着老和尚 是不是有什么神力法术 有僧人见到后 便趁机向他们开始说 老和尚是来为众生受苦 替你们消灾的 你们如此不自知 难道是想亲身遭受夜报吗 红军和共产党员听了 心里面是直打哆嗦 不敢再对老和尚下重手 就这样过了一个多月 广东 韶州 有僧众听到风声 赶忙将讯息传遍海内外道场 各方大德 中共只得作罢离开 借出危机 佛门将这次的事件称为 云门事变 而这也是虚云和尚 自述一生遭遇的十难中 最后并且最大的一场劫难